嗨 大家我是可恩 看看我现在在哪里 我背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hotel 然后这个hotel呢 是在枪外 这个trip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要来挑战用 OPPO X7 Ultra 拍照一整天 看看可以拍出什么东西 这台机哦 阿Key已经用了三个月了啦 拍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照片 出来的照片也是很好看的 可惜这台机 Balaysia是没有进来的 但是不用紧 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给你看看 OPPO最高等级的旗舰级 到底可以去到什么级 Let's go 诶 请戴上你的狗牌 很乖啊你 主要在讲了OPPO的影响原理 然后还有他们一些能做到的东西 然后他在教我们一些拍摄的技巧 所以首先第一站 看车 第一站要看车 OK 好了 所以首先第一站我们会来这边 一个咖啡 哦来拍照啦不是来吃饭啦 拍照拍照 OK OK 哇 人家来拍照一定很好看 很像我们 马来西亚那个 Majestic Hotel 温世中华 这种摄影tour啦 通常看到前面很多人在排队啊 一定是有点野兔 哦 现在再拍 选招目嘛 哇 我们来到了一个庙叫做 Infrastin 你不想我们用它来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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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摄影师教的方式拍啊这样子 哦 然后我刚才看着它是把整个油画过来的 它本来是有点背广背广的 一油画整个人脸就很突出了 看到吗 睫毛 对啊 我不拍人的 就是整个是美的拍人 根根顺鸣啊你看 哦呦 可恩拍的 155 I can拍的 170 哦 180都来了 还不要龙头欸 证明你站的不够远 你看 要站到这样远才可以啊 这个是我朋友 余恩 你们认识他吗 总之 他做了什么呢就会重复是吗 终于也是到你打卡的时间了 你们头全部都撞了 来吧来吧 屁心的30多度 晒个太阳拍 然后融化了 是马来西亚也是30多度啊 只有以为我们在KL 我们不会这样子在外面走 对 我们平时会去shopping mall 哇 你看这里 巨多人在那边拍照 因为有model 对啊 我们的model换衣服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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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 你拍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哦 哎呦 之前跟大家讲一下啊 其实这个OPPO 5X7 Ultra 它四颗镜头都是50MP的 就是0.6广角 一倍三倍还有六倍 那你们一定会想哦 为什么它三倍跟六倍都是50MP的 你们觉得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它是第一台用了双长焦的 就是三倍也是长焦 六倍也是长焦 不是混合 而是光学变焦 就是说你按三倍也是美美的 六倍也是美美的 哦 其实六倍不会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六倍哦 它其实是模拟着相机的135mm 135mm就是黄金人像的其中一个焦段 什么85啊 105啊 135啊 这种都是人像的一个黄金焦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讲起来特别有说服力 啊 我讲就没有说服力 复活的全员 游客打卡 我讲不用紧 这样多人不用紧 我们Obo有AI吗 是 哦呦 消掉那个人 OK OK 什么事你在那边 对他们叫我摆 我打过了 哪个国家的 结果在的 结果在的 韩语 周波动 50 50多了 对啊 50多了 不行不行 还有钱 看一下看一下 好漂亮的 谢谢 哇不错诶 杂志凤杂志凤 又一个景点了 哦 这个没有 什么 不是啦 这里是带你来看摩托吗 看什么 跳舞啊 跳那个泰国舞啊 那我们来到一个Temper的前面 准备 然后看一个很出名的舞 叫做Kun 他出来了出来了 暗到没有 看完了我们两个人拍的照片 有没有突然觉得这台手机或者是OPPO影像技术是很厉害 有一点东西的 它不只是有一点东西 它是很多东西 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啦 快 美 稳 首先它很快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shutter 我们每次一按它就直接拍 一个光一个暗的把它合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拍有时候背光啊 或者是很快速度的时候咧 它就可以把它很暗的地方它会亮 很亮的地方它会暗 第二个的话就是美 其实我觉得OPPO手机一直以来拍人是最美的 就是从我上一代我就试用那个X6 Pro的嘛 X6 Pro的时候它有Mavi Silicone X这个 chipset加持 可能也是满意的 普通手机的美颜哦 其实你会觉得很假 但是OPPO手机的美颜会 自然很自然 对很自然 就好像你自己批的那样 你不会太假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Wen 因为它四个镜头都是50MP的 我不管我调哪个镜头 它不会突然间变了颜色 或者是突然间 跟那个差很远的一个感觉 OK 三个月真实使用体验 就这边分享完毕了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之前在悠悠拍的照片 Let's go 我们来到一个这样子的森林 我们来看一个很在高山上面的一个神庙 叫做白龙王庙 白龙王庙啊 对 对耶 它在森林里面突然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拿着这台手机啊 我平时不是都是用photo的吗 我是比较少用photo 我是用master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大师模式 为什么大师模式哦 里面是可以调好 就是 呃 saturation啊 contrast啊 sharpness啊 还有开不开Wignet这个东西啦 因为我平时喜欢就是这样的色调 所以我调好了之后呢 我基本上我拍 你看 就好像差不多可以出片了啦 就是我那种暗黑系的风格啊 哈哈哈 暗黑系摄影师哦 你们follow了他吗 这个Mata 很暗黑系的 吸引到人家follow你的 这也蛮爱 打过的怪 很有少人 很久 有很多大象诶 来看大象诶 什么地方 这里是来看它的手工制造的一个地方 他们讲很多年的很多代的传承下来 做雕幕的 这里一个小大象 要不要一个长毛象 什么叫小大象 它叫小象 小象 很厉害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大笨匠 它卡着全部都是大笨匠 能不能可以装到这么小个 不拍人们吗 蛤 你们在这些场子在吊的那些 放我拍张上 很有勤迈的那种 很大笨匠 大笨匠女王 Fontal Work结束咯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Tips 也是超好用的 就是OPPO手机 现在也有AI了 可以把路人消掉 你们不用再用什么美图修修 而且消到特别干净 给你看 这张照片啊 这个人我们要把它消除掉 按Edit 然后有一个叫做AI Eraser的 点一下 那它有两种方式的 一个是画圆圈选你的要的 或者是涂涂涂掉那个人 然后你圈掉你不要的人 别的 它就会自己detect那个人 看到吗 看到吗 很干净的 然后给一点时间它 哇 你看combat 你看combat 哇 你看那个这个旁边的这个扶手 如果正常我们自己批的话 这边一定是糊掉 但是它把它还原回原本的样子 很完整 就连这条线它都可以做平它 就可以出了 是不是很好用咧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影片的最后最后 因为OPPO已经展示了它 最顶级的影像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也会用在它们 最新的RENO手机上面 就是这一台RENO 12 Pro 是不是很美咧 也期待一下